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很多人虽然学了佛法很久 但在发生一些事情之后,就不知道如何处理 仍然会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 所以就未能做到佛法应用,仍然产生很多烦恼 Hi 大家好,欢迎来到陆茶馆,我是Sandy 我依然会分享佛法的理论 但今天的影片是一个新系列 会分享如何用佛法应用在生活中 让大家学了佛法之后,又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 这次内容先讲鬼 我先会解释这个主题什么叫鬼 然后就会讲一个关于两个女孩遇到鬼和被鬼附身的短故事 之后会给两个方法,大家去想一下哪个方法是最好 到最后我就会分析和做结论 什么是鬼呢? 鬼就是在恶鬼道的众生 恶鬼道的众生有很多种类 大致分为有三大类 有多财鬼、小财鬼和无财鬼 而某些有阴阳眼的人 可以看到的都是多财鬼的稀致鬼 可以到处游荡 和能够接受人的制止 很多人以为鬼时时培回在人间,是因为他们还未投胎 有很多人都有一个疑惑 就是在一些意外的现场 自杀现场 或者一些空岸现场 都会时时出现死者的灵体 以为他们不甘心惨死 而选择不投胎 仍然徘徊在那个地方骚扰在生的人 不同宗教对于鬼都有不同的看法 基督教就很少提及鬼 因为他们大部分相信鬼就是邪恶 是魔鬼 甚至万圣节都不会参与 他们觉得魔鬼是与神对立 相信神的就不可接触任何魔鬼 万一有魔鬼骚扰的 就会请神职人员来直接驱魔 而道教和佛教就有些相似 他们会称鬼为众生 或者人死后的状态是中阴身 他们都知道和相信很多人死后都会变鬼 所以他们灵体都会表示尊重 如果有些人遇上灵体的骚扰 都会先跟灵体谈判 再作处理 在一些意外现场 自杀现场或者一些空岸现场 都会时时出现死者的灵体 道教就说那些鬼道众生 不知道要往哪一个方向投胎 所以就停留那个现场去骚扰在生的人 而引致另一种意外发生 而佛教就说 其实我们每个众生就有我们自己的业力 而带动我们去投胎到下一生去轮会 其实他们已经投胎了 只不过投了去饿鬼 而他们依然停留在现场 是因为那些众生还有一种执着 不甘心自己已经死了 当有人再遇到这个意外现场 而发生意外 是因为大家可能曾经有过一些负面的恩怨 也称为恶的恩怨 而引致意外又再发生 以下来就想说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 有一位中年的单身女士 叫做Cambry 是一名医生 住在私人住宅大厦 每天都很夜放工 她本身没有宗教信仰 也不相信鬼神 她有一个朋友叫Lucy 很喜欢出国旅行 每次都住不同的酒店 有一次他们就约在一起去泰国旅行 大家都知道 泰国有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有不同派别的佛教 也有很多人会懂得降头和毛述 而且还有一些饰物 例如佛牌和音牌 可能有一些有灵体附在上面 当Cambry走到一间 买二手饰物的店铺的时候 她带到一个很漂亮的音牌 就买了回来 带了回酒店 当日的夜晚 Cambry正正想睡觉的时候 她就见到一个身影 走到浴室洗澡 还唱着一些泰国歌曲 她以为是Lucy 就没有来 其实当日的夜晚 Lucy去了她一个泰国的朋友家 还住在朋友里 早上才回来 Cambry就问Lucy 你昨晚几点回来酒店吗 Lucy就说 我都没有回来 我住在朋友家 今早才回来 Cambry就觉得很奇怪 明明听到有人在浴室洗澡 她以为自己做梦 就没有理会了 她们在当日的夜晚 一起去逛夜市 然后又回到Cambry去过那间二手店 这次Lucy买了一个很漂亮的头饰 当日的夜晚Lucy睡觉的时候 听到有一把女人声 还回给我 Lucy吓了一跳 但她看到Cambry正正睡着 所以就用被子 蓋着头继续睡 当她们两个回香港的时候 她们同时都病了 还一直发烧 怎样看医生都不好 精神也不好 Lucy的一个朋友 就介绍了一个道教的法科师傅 去她们家看看 那个法科师傅说 她们买了一些东西 有一些灵体辅助 还跟了她们回香港 师傅就帮灵体做了超渡和法事 但一个月后 她们又继续病过 在这个故事里 她们去了旅行 在二手店买了一些纪念品 Cambry和Lucy在酒店都遇到灵体 即是人人时时说的鬼 而且她们两个都一直病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如果你们遇到这些事 应该会怎样做呢? 这一部分就要给你们想一下 我们应该以什么心态去面对 和处理这些事情 在这一部分 我就有两个方法 可以给大家去选 究竟用什么心态 和如何去处理这些事 第一个方法 就是一般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的做法 一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根本没有概念去处理 因为他们完全不认识鬼 只是听人说 是一种不同空间的灵体 大部分的人最有可能 就是用两个方法 就是会在指责宝查日脚 或者找朋友介绍一些 道教的师傅来处理 大部分的人都有机会遇到鬼道的众生 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 都有机会遇到 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遇到灵体 是会比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加害怕 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依靠 在心态上 只会觉得自己是无辜 或者为什么这么不幸会遇到 又或者觉得自己时运低 但也有人觉得 可能自己做了一些行为 会骚扰到他们 可能在某些郊野公园里 小便 又或者触碰到一些物品 而激怒了他们 有很多人就称鬼道众生为 骚扰东西 一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可能会去指责宝查日脚 那里的店员 通常会拿着一本通性 看看你是从哪一天开始病 他就会在通性上查到 你会遇到哪一种鬼 而我在很多年前 也有类似的经验 当时我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在鬼节的期间 也时时出野街 突然病得很重要 而且不断看医生也看不好 我妈就带我去指责宝查日脚 就说我碰到一只吊颈鬼 今天处理方法就是买一盏衣纸 而且还要跟众生道歉 即是类似说一些有怪不怪 不好意思碰到你 后来很快就好 而另一个方法就是 会请一些道教师傅 来处理灵体 通常他们会先跟鬼道众生谈判 如果谈判之后 鬼道众生仍然不肯走 便会做一些超度法事 又或者直接驱赶他们 有些道士甚至将他们 修复在一些物品里面 有时那些鬼道众生 会要求当事人道歉 你可以看到 人可能曾经得罪过这个众生 如果当事人肯道歉的话 那个鬼道众生通常都会离开 方法二就是用佛教的方法 佛教徒或者他的朋友、家人 就会用佛教方法来处理鬼道众生 以佛教的角度 鬼道众生是位于六道轮回中的恶鬼道 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惊 而且还要以慈悲心来对待这些众生 也不应该称他们为骚髒 因为佛教说 我们有缘遇到他们 是因为你前生和他结下缘分 如果那些众生是有恶意的 令到你受伤、病、甚至要拿你命的话 很大可能就是和你讨债 因而骚扰你 亦都称为怨亲债主 如果用佛教的方法 最重要就是诚心忏悔 每日念经众咒 好像地藏经、大悲咒、佛菩萨圣号等等 回向给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原谅你 当他们原谅你的话 自然就会放下执着 不会再骚扰你 如果被鬼附身得太严重的话 就要请法师来做超度 不过最重要是事主一定要忏悔 有一个小故事 曾经有一个佛教徒 叫A小姐 她有墮过胎 有一次有一个法会 她的朋友B小姐 就帮A小姐墮胎的英灵 做牌位和法师 这时候英灵依然跟着A小姐 B小姐有阴阳眼看到英灵 就问她为何你还不肯离开 英灵就说 因为妈妈都没有真心 向我道歉 所以你得罪鬼道的众生 而不道歉的话 她就会永远骚你了 在这一部分 我会分析和做结论 首先第一个方法 就是民间的茶日脚 或者请道教师傅来处理 首先茶日脚 你会有动机去道歉 但未必会诚心 去惭悔自己的过错 通常茶日脚的负责人 都可以清楚地告诉你 你是碰到哪一种灵体 就好像我当年碰到的吊颈鬼 我就会和这个众生道歉 并且烧一些衣纸给他们以示陪罪 这个方法 可以暂时帮到这个众生烧了一口气 之后 他可能会再找你 视乎你和他所结的缘有多深 而找道教师傅来处理 通常师傅会多方面地解释给侍主 遇到灵体的原因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 事主当时运低 又或者可能是精神状态 身心疲倦 或者喝醉酒吃了药 又或者事主不小心做了一些东西 或者触碰到一些物品 而激怒了这个灵体 如果遇到灵体 而病的情况 不太严重的话 事主的心态 通常就会以自己的利益为主 可能认为自己只是时运低 会请道教师傅做超度法师 或者驱赶 这类的方法 只是治标不治本 因为你只是用一种主观的心态 和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 而驱赶他们 他们骚扰你 是一种负面的行动 所以 带有恶意 或者称为 怨气 你今次真是被你赶走到他了 下一次 他再有机会 或者下一生 他会再找你 所以事情 是没有真正解决到 而第二个方法 就是用佛教的方法 自己忏悔 和念经纵咒回向给他们 首先 我们要明白 我们有缘遇到这些 鬼道众生 并非偶然 也不是无缘无故地遇上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今生所遇到的人 和事 都是因为我们前生的恩怨 而令到我们今生有机会再遇上 例如家人 朋友 同事 甚至在街上遇到的所有人 全部都是你前生累积的善缘和恶缘 因此你遇到鬼道众生也一样 你和他前生一定结下了一个缘 不过 他是鬼道众生 而你就是人道众生 如果那些鬼道众生用办法令到你病 而无办法医治的话 就称为冤孽病 就是你和他在前生结下了一个很大的恶缘 也就是怨亲債主来土債 你用佛教的方法是一种比较慈悲的方法 而且可以真正解决到整件事 首先 你自己诚心惭悔 惭悔是对自己的过失表示惭愧 而请求对方原谅 你这样做 鬼道众生很大机会放下怨气 而且原谅你 再加上你念经众咒回向给他们 令到这个众生有功德 这样是有一种圈道他们放下执着 还可以帮助他们离开恶道 而且佛菩萨也会帮助你调伏这个众生 如果那个众生不再骚扰你 也不会障碍你往生淨土 当你成了菩萨的时候 便会到他成道 所以用佛教的方法可以帮助自己 也可以以慈悲的心去帮助鬼道的众生 也就是自利利他 希望你今天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给like subscribe to my share 下次再见 拜拜 有法法有办法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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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